大家好,我是阿米,欢迎收看看话经济阿米的阿米秀,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宽敬天上最新消息。 5-18,孩子们待在家里尝试数字化学习工具,父母也正在转向在线辅导平台,互联网上的教育视频以及其他学习工具,也使孩子们有事可做,因为今年很多夏令营也无法开放,而且父母计划今年37%的软销购物预算将会用于线上购物,将2019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,即使是选择在家附近购物,也会通过分音基础式的途径, 例如在线完成购买,然后再